我是曾翠山,2005年MFA畢業的,一個電影工作者 我所謂投資料其實是很細節地描述我自己覺得是相關的一些經驗在裡面 當然我說他們信不信呢?其實就很在乎當時我interview的表現 我記得我interview的時候是有幾張相片給我看 那我就去職場去講故事的那我當時的portfolio就是一個live performance 就是去職場講故事,說故事 所以我相信大家是應該隨時去都有一個準備equip 就是裝備你自己在不同的時候 無論是有一些實物或者到你interview的時候 你都應該是ready去分享你的世界,分享你的故事 我只是說,portfolio其實你多是沒有用的 可能有些同學會想著我全部的作品都交給他 一定會讓他了解得很好 但其實我覺得你是應該要選擇你自己覺得是代表到你自己 以及你很滿意的作品 從你去選擇你的作品給院校去看 這也是一個設計的過程 以及你怎樣可以是足夠的information 包括在裡面,這個都是你要去想的 例如你會有你的簡介 你的作品的一些artist statement 這也是最basic的,在你的kit 裡面有 我會建議如果有一些學生 其實他本身沒有做創作 沒有一些art work可以交的話 其實他都應該透過一些簡單的方法 去讓professor可以了解到你的人 例如一個電影的欣賞 一篇文章你可以寫 或者你去拍一輯相關於你周邊的社區 去講你怎樣看身邊的事物 這樣都可以成為一個所謂你的art piece 這個art piece其實是 它不需要一個展覽 它不需要很完整 但是它透過一些媒介 給院校去了解到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對世界有什麼關注 這個其實也是可以你去做的